各位好,我回來了 一個月的時間又回來了 之前去了很多地方 雖然是三個禮拜的 其實三個禮拜我只是做了兩個禮拜的事 好像走了三個月一樣 好像很久了 幾個禮拜前都很難相信 我在Hawaii 好像很久之前的事 在那裡就探望了那裡的中國人團體 都很第五次去的了 之後就去了一個BC省 一個叫Maple Ridge的 主流社會的一個堂區 然後就有些休息的時間 也都見了一些神父和一些教友 在溫哥華城回來 就想說幾樣東西 其實這一兩年很多我的出外的福傳工作 越來越有個演變 有個轉變 天主好像跟神父說 就是你少說一些東西 以前就說有很多教導 有很多的培訓 有很多的備證 會說很多的默想 好像近幾年 天主就說你少說一些東西 你不要說那麼多 讓我做多些東西 天主想做多些東西 的確是越來越多它的醫治 變成在Hanalualu 特別是Maple Ridge 簡直是說這個是一個治癒的備證 一個治癒的Mission 在Hanalualu 那個團體雖然很小 但是也看到天主在當中的工作 有很多的感動 特別是在舉行這個Healing Service 那天 唐區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裡是首周六 6月1號 有沒有記錯 原本進來做這個首周六禮儀 那個神父 他們要愛著一個神父 就不舒服 就說他站不到做不到黎薩 我們就差不多時間做這個Healing Service 的 那個 唐區那邊就說 不如你們轉去大聖堂那邊做 讓其他教友可以來 我說是中文的 沒有所謂 就變成了bilingual 變成多了一倍人 那就 都很多 好幾個人有治癒 好幾個人因此有治癒 之前也有個唐區的教友 就是說 因為我在早兩天 就去了那裡 卡姆黎那個修院 也做了一個Healing Service給他們 其中一個教友就在那裡 就已經問 神父你什麼時候幫整個唐區做 最初我就說 看看天主要安排 天主就立刻安排 OK 那幾個人都 立時都 那些痛症好了 其餘那些就 就不知道 當中也有聽到有些人 是 藉著接觸聖體 都曾經經過醫治 那天主在那裡 當中是 祝福他們 那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那去到Maple Ridge 也是同樣的事情 去到星期四 我進去 那星期五已經急不及待 天主要開工 我都沒有開工 他都已經開工 第一次抬禮 那星期五早 我是共濟的 有個準備 幫神父準備 都西的女士 正在患病 喉嚨痛 傷風 那我就立時 那不如跟你做個祈禱 立即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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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也有幾個教友 亦都經歷到治癒 到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 有很多 包括本堂神父都康復 有個腳痛的問題 有個內心有些的需要 天主都很慷慨地去祝福他 他的弟弟和妹妹都在 都獲得了不同的治癒 有個大年紀的教友 腰痠背痛得很嚴重 亦都在第一晚立時傳遇了 其中一個很感動 有個老人家 我想他八幾九十歲 他說他七十年來 心裏面有個結 他沒有說什麼 他第二天見到我的時候 就跟我說 第一晚我來到的時候 聖體經過 他都經歷到七十年來 第一次的結解了 很多很多其他的治癒 還有很大的恩賜 其中一個很大的恩賜當中 我做這個治癒的禮儀 都會很強調 要學會去歡說 要主動去祝福 祝福 在今天的讀經裡面 別處也有很多次 耶穌說要歡說 一個是命令來的 我們的主土文裡面 今天裡面的主土文 我們每天都 很多時候我們關上都念 對裡面都強調 要歡恕別人的罪過 特別是得罪我們的人 歡恕他們的罪過 那的確的 真的是很大的釋放 我們選擇去歡恕當中 我們心靈會得到治癒 我們甚至身體的 種種的疾病 都會得到治癒 我都試過在 不止一次 在告解庭裡面 感應到對方需要歡恕一些人 我跟他說 你是不是有些人要歡恕 幫他做了一個欺絕 和接受歡恕這個命令 去選擇 刻意地去 將這些要歡恕的人 交託給主基督 去選擇去祝福他們的時候 試過多過一次 那個教友 即時就說 有一些他的痛症 都很快 在歡恕當中 這個歡恕 歡恕是很重要 保祿宗在羅馬人書 第十二章 臨尾那裡去講 只可以歡恕 不可助走 只可以歡恕 不可助走 不可被惡所聖 而要以善性惡 不歡恕不是因為天經第二 不是因為對方 是值得我們怎樣怎樣 去詛咒他 去逼迫他 或者要求公義審判懲罰 歡恕是因為當我們不歡恕的時候 我們是被惡所聖 我們是被惡所聖 我們是接受了邪惡的方式 邪惡的方式就是怎樣 以殘暴 以自私 去迫害對方 壓抑對方 限制對方 操縱對方 不歡恕也是同樣 另外一個形式 都是殘暴的方式 去迫使對方 去被罰 這個是以暴逆暴的另外一種表達 不歡恕也是將對方 曾經對我們私人的暴力 自己持續地去傷害自己的靈魂 寬恕就是知道惡不能勝惡 要選擇另外一個方法 耶穌給我們看到的方法就是 惡是會自毀的 惡是會自毀的 所以我們要渴求惡轉善 解決惡的方法就是轉向善 怎麼可以轉向善呢 就是我不為惡所侵 我堅持善 我堅持善 這個是每天的選擇 每天的選擇 不是一個感覺 不是因為我寬恕 所以我會忘記了對方的殘暴 忘記了我的痛楚 我因此而失去的東西 我見到的邪惡 不是 而是我仍然可能會感覺到 我會看到 記得這些東西 當中我堅持善 因為唯有善 我有生命 我有希望 唯有善 我不會沉淪 唯有善 我可以見證給對方知道 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也會為對方祈禱 陷於惡之中 受惡所回應的方法的人 是在被惡的囚禁之中 捆綁之中 在不治愈之中 在不釋放之中 在自殘之中 在一個極深的黑暗 一個地獄當中 這個天主的意願就是 我們眾人從地獄到走出來 從惡之中走出來 從黑暗之中走出來 在黑暗中的光明 我們鼓勵 祈求天主去施恩 讓眾人 能夠在囚禁 捆綁之中出來 最大的病 最大的疾谷 莫過於我自知黑暗 我捉緊住黑暗 被黑暗捆綁 我們要尋找光明 要脫身 要出來 而事實上 光明就站在我們面前 我們自身也願意 信靠 握緊住 耶穌的治癒 耶穌去釋放 耶穌的愛情 耶穌在黑暗中 和我們的同行 也都要為 未見到 或者見到未願意 未信靠 未敢去轉過來 擁抱光明的人 我們要為他 多祈禱 多黑己 為他們做保贖 以善去見證 不可以為惡所聖 要以善性惡 要以歡恕去贏取 逃奔地獄的靈魂 這個也是聖母在花地馬 顯示 給三個小木童 靈魂墮入去地獄裏面 呼籲他們 如果有更多人 願意為這些行惡的人 祈禱和做保贖 說他不會有這麼多人 會墮入他的地獄 因為我們都是尋找線 捉緊著線 堅持線 為不在善之中的人 以善去見證給他們 原主坐有我們 這是我們每天的鬥爭 但是這場仗已經打勝了 耶穌已經戰勝了 罪惡和死亡 我們是被邀請 和祂站在一起 和祂一起信靠這個方式 和祂一起堅持以示聖惡 恩父祈禱聖神之名 Amen